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5月17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近日赌王四太梁安琪儿子何游君求婚西梦瑶 女儿何超延亲自成人怀孕 而三太陈婉珍的儿子何游启已密婚升级做父亲 女儿何超延近日成人与逗笑恋爱 一时间众多子女轮番霸占娱乐圈头条 有网友盘点了赌王的四个太太及子女 原配李婉华的身世及长相也被热议 李婉华是葡萄牙人 出身澳门显赫家庭 有澳门第一美人之称 可惜最后病逝 而且子女也不受赌王待见 另无数网友唏嘘 俗话说十读九书 现如今很多人都是抱着发大财的心态 迷上了赌博 想要实现一夜暴富 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 反而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最终弄得家破人亡 不过有这样一个人 他正是凭借着赌博起家 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大富豪 这个人就是被称之为赌王的何鸿燊 他正是因为赌博发家 成为了人生赢家 赌王何鸿燊不光财富多到花不完 而且家庭人口也非常多 他一共娶了四个老婆 这也许是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吧 何鸿燊一家子经常上热搜榜 其中何鸿燊四房太太的儿子 何鸿燊经常上热搜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霸富二代 曾经在最强大脑之燃烧爆大脑的节目中 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在今年春节的时候 网友爆出何鸿燊与违密超模西梦瑶现身 东京街头 两个人的举止非常亲密 就像是情侣一样 自从两人在东京的照片被曝光之后 凡是关于两个人的一些小事情都会上热搜 如今何鸿燊也向西梦瑶求婚成功 两人恋情正式官宣 近日赌王一家人再次上了热搜 这一次的主人公就是赌王的大房 相信大家都知道赌王一共有四房妻子 大家对二房和四房都比较熟悉 根本不知道大房 主要原因就是大房的年纪太大了 他自身的身体也不是特别健康 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 后来大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经常患上各种严重的疾病 最终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去世 赌王与大房李婉华是原配夫妻 她是一个标准的葡萄牙人 不过从小在澳门长大 出生于一个高贵的家族 年轻时候的李婉华是一位标准的白富美 她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还有很有钱 拥有很多的追求者 然而李婉华偏偏对何鸿燊情有独钟 当时何鸿燊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她还只是一个打工者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她通过李婉华大姐夫的介绍认识了李婉华 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漂亮的女孩 对其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最终两个人走在了一起 赌王何鸿燊的第一桶金 与李婉华有着很大的关联 出道澳门的何鸿燊 没有任何的人脉关系 全靠李婉华的父亲为其铺路 这才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李婉华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但是她的命运却非常坎坷 被各种疾病所困扰 在1957年时 李婉华患上了结肠炎 体重一下子降了下来 最终只能通过切除胃才能治愈 那一段时间她只能吃牛食 在1973年时 李婉华又遭遇了车祸 脑部受到了重创 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差 在李婉华与何鸿燊结婚期间 她为何鸿燊生下了四个孩子 只不过只活下来了两个孩子 李婉华的命运确实非常悲惨 她这一生都被疾病所困扰 而且还两次遭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 53岁的龚丽结婚了 对方是全球著名演奏家 作曲家 电子乐大师 让米歇尔·雅尔 这位飞升国际的男神 也是妥妥的影后收割机 前人们分别是柏林 威尼斯·嘎纳影后 两人足足相差了18岁 可看了二人的夫妻桶框照 才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动灵 有这么一句话 为什么一个伟大的男人背后 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因为这个女人一旦站在男人旁边 男人就会显得无比平庸 因为她是拱惶 无论什么场合 都可以凭借辉弘的气势 深沉的意志 眉眼间散发着历久迷心的魅力 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气场 就像最近又到了走红毯的季节 国内的明星小花网红们开始蠢蠢欲动 他们纷纷挤破头般前夫后继的奔赴嘎纳 或争取斗艳 或相互咽压 他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 大多只为在国内通稿上浓墨重彩一番 然后躲一次眼球 混一次热搜 刷一次存在感而已 主办方早已对这种蹭红毯的行为 持之以鼻 一旦有人在红毯驻足良久 便会被安保人员驱离现场 可到了巩俐这里 主办方直接给了她长达两分钟的清长待遇 于是整个红毯只有巩俐一个人 摄影师纷纷喊着她的名字 期待她摆出不同的动作 摁下闪光灯捕捉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不过比起别人 恨不得一辈子住在红毯上 巩俐只用了一分钟的时间 就迅速走完了全程 毕竟已经走过近20次的甘纳红毯 多次被主办方立邀作为嘉宾的她 早已对这种形式化的过程稀疑为常 正如她打趣的说 今年的红毯实在是太长了 只想快点走完进去看电影 孟廷伟这个名字在90年代的时候就是女神的代表 因为她的歌声十分的治愈 风格十分的清新 当时的她人气一直相当的不错 而因为她本人颜值不差 十分的青春可爱 她直接就被封为了当年的玉女掌门人 影响力十分的深远 一直到现在 她的风中游多雨作的云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等歌曲都十分的经典 但是在最近这几年间 她的名字就很少有人提起了 甚至很多年轻的孩子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她 以至于她早就成为了过气的女神 但其实在这几年间 她自己一直都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事业 一直都在唱歌以及参加活动 只不过是不火而已 不过就在最近已经长时间没有任何消息传出的孟廷伟 一下子得到了众人的关注不说 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 而之所以大家会关注她 是因为网上一则爆料的出现 在爆料中 爆料的人十分直接地表示 孟廷伟就是一个坏女人 而她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也十分的简单 那就是她觉得孟廷伟曾经害过自己 以及孟廷伟的前夫 在爆料中 爆料人直言孟廷伟在离婚后 为了她自己的形象 一直都没有坦诚地向大众披露离婚的原因 所以导致自己变成了大家口中 破坏孟廷伟的家庭生活的小三 但是其实在自己认识孟廷伟一家人的时候 孟廷伟就已经和前夫离婚了 根本不存在自己破坏他的家庭一说 同时爆料人还直言孟廷伟和自己前夫离婚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孟廷伟在婚内出轨自己的女助理 并且多次和这名小12岁的女助理发生同性不正当关系 在看到这则爆料之后 很多不知道孟廷伟是谁的网友们都是一脸懵的状态 而知道孟廷伟是谁的人 则都表示十分的震惊 作为曾经的清纯玉女 很难想象她竟然是一个出轨并导致婚姻破裂的人 并且她还是出轨小自己12岁的女助理 性取向也是让人意想不到 还有网友直呼 这年头女神也爱女人 而据悉这名爆料的人名叫张爱雅 是一名演员 在此前她曾出演过很多香港的剧情片 是一位十分性感的女性 而孟廷伟的前夫曾经对她有治愈之恩 不光给她在娱乐圈发展的机会 还将她签约到了自己的公司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层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说张爱雅是破坏孟廷伟婚姻的小三 因此还引得很多人对张爱雅的看法都十分的不好 甚至有人去微博骂她 而她在娱乐圈的发展也就一天不如一天 在最近这几年更是和孟廷伟一样被大家遗忘了 而如果真的如她所说 她并没有做任何破坏孟廷伟家庭的事情 反倒是孟廷伟婚内出轨最后让她遭到了谩骂 事业发展受阻真的是让人相当的心疼 而孟廷伟方的工作人员对此事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回应 只是表示是成年家务事不再进行回应了而已 不知道观众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